Hello,大家好,我是David Chen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习与求职辅导系的讲座 今天是我们这一轮的最后一讲 是我们的第十次 那么接下来我要带学生一起进入我们新的project的学习 所以我们可能会听两到三周的在线求职这个讲座 那么今天也非常欢迎我们新同学的加入 今天我们主要是两个内容 一个就是我们继续我们上一节课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关于SQL Interview Question的一些解答 另外今天也非常高兴 我们一会儿会有我们小于同学 那么他又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所以跟大家做一个经验分享 因为他今天晚上回家会比较晚 所以九点都到不了家 所以十点钟的时候可能会上来 然后我也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上午小于同学先跟我发微信 先发了几个哭的表情 我当时挺惊讶 我说怎么回事 然后紧接着就来一段比较长的 非常开心 他非常高兴 然后这个而且薪水各方面也都不错 然后这个一会儿等我们等他吧 等他来的时候再做给我们做一个这个介绍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这两部分内容 好我们先来回到我们上一节课的关于这个SQL Question的这些这个问题的一些这个解答 好我们今天这个有很多同学刚刚上来 我刚提到我们今天前半部分呢 我是要和大家聊一聊SQL这个面试时候问题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面试题和一些解答 另外呢我们后半段会请我们这个这个刚换新工作的同学呢 给我们做一个经验分享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经验也好鼓励也好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稍后会做那部分内容 好 好的好的 因为我正好我们那个小于同学已经这个回来了 他现在已经 小于能听见我讲话吗 老师我现在呢老师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能能能很清楚啊 这个这个非常这个欢迎你哈 那个那这样 那我就我今天就把这个我们这个SQL这部分我结束到这儿 下面的时间就给你 也感谢你来这么晚哈 这个这个回来就上线跟我们这个做一个这个分享 好了小于请讲 哎好谢谢老师 那个老师好同学们好 那个很高兴我又一次来了 嗯那个主要是我我最近有个好消息 就是说我现在我 Long Kong Track的是十个月的 还以后还可以续 然后我今天把这个很好的消息分享给老师了 然后老师说让说 就是说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在这最近一段时间里 我经历的事也挺多的 我觉得我很很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能用得上 因为呃书接上文呢 我我上次说就是上次哪天我哪次我忘了 但是上一上一份工作 我就是在当趟的一个一个 一个population出版商务 出版社工作 然后简而言之呢 那个工作就是他们原来用的是叫Jet Report Jet Report就是一个Sail里头 应该是一个组件吧 那特别慢 他们每天只能run一次 但就run一次这个report 得用将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时间 就run这个report 然后他们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他们这个IT的那个经理 他听说有过这个叫OLAF 用SSAS做Cube这么个基础 具体什么他也不知道 然后就把我招过去了 就是这么一个project 就做着一件事 那个事反正我 我从六月份干到九月中旬 干了三个半月 那其实其实那点东西吧 老师也都讲过 其实根本没什么难的 做Cube吗 大家都会 只要课上完的话 大家都会 然后就有一点麻烦的事 就是说他没有Data Warehouse 然后呢 我记得我上次我也说了 我就是通过那个view 通过view的话 我自己创建的几个view 就当这个fact table 和dimension table 就是按照老师说的 一步一步做 东西也不难 然后Cube做完之后呢 就特别好 原来他们是 一天只能转一次 一次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用完这个Cube做数据源 然后再用Power BI Copy那个原来的招的 做完之后 你的SQL server多好 多强大呀 然后他就是 在那个job agent里设置的 五分钟 我project一下 然后那个Power BI 你什么时候用的话 你就点一下refresh 一秒钟就好了 当时就是这么一个project 做完之后 我们领导很开心 我们整个这个公司都很开心 我感觉 每个人看着我都热情洋溢的 都说哎呀 Thank you so much 我也挺高兴的 最后边 我不干的时候 我们那个领导也都给我 开了一个recommendation letter 就是哎呀 这个这个 这个小于的Ithony做得好啊 做Power BI也好啊 Cube也好啊 什么什么的 你直接给了我一个 这个这个recommend recommend什么 推荐信嘛 特别好 然后我就那封信 在我找下 找下份工作的时候 也特别有用 但是在这个 这份工作完事之后 我就找别的工作了 然后有一份工作特别近 眼瞅着就拿下来了 那份工作呢 我面试的面试两轮 第一轮面试 他就是稍微问了我一下 他说考验我一下 我的faco 替faco怎么样 一开始我还吓得够呛 我好多人准备 到时候最后 他其实就问了 很简单几个问题 那个life的drawing write的drawing inner的drawing out的drawing 解释一下 drawing和幽念解释一下 幽念和幽念 out的解释一下 然后还有问说 你那个写query的时候 你最常用的是什么 flact的吗 flact的form 就行了 就这么几个问题 我说完之后 人家那个经理觉得 我这个tfaco懂得非常多 然后第二轮面试就是 当时是四个人 有hr 还有其他部门的经理 一起面试我 也是问了一些 这样的问题 其中在 完了到最后 一个专门 专门用faco的 那个faco的那个经理 他给了我一套题 就是老师今天上课讲的 这个 不是一样 就是一样的结构 就像老师说的那样 没有说给我一台电脑 让我这么弄 就是给了这么一个 就是一个structure 好几个table的structure 然后问我要干这个 干这个怎么弄 我当时这个吃亏 吃亏挺大的 因为我其实 我就是说 你必须得给我一台电脑 然后我自己在那里 玩一玩啊 弄一弄啊 写一写啊 这会不行删了 那会不行再弄了 就那样我还行 就是说如果 但如果说就给一个table structure 就有这几个column 让我写 其实我特别差 四道题我就做对一道 而且就对了那一道 而且就是用电脑容易啊 写错了之后 敲敲 就可以给删了 可以重新写 他一张纸 一张纸的话 我这 这我写完滑一下 那会不行再滑一下 就对那一道题 而且滑的都不像样 好在他那个经理是个中国人 然后我四道题错了三道 我当时我都不知道 我太丢人了 都没脸出去 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完蛋了 但是呢 那是星期五 星期一的时候 他没插口打电话 说我的这个面试 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了 说到最后一步 说只有两个人 我和其次另外一个人 二选一 哎 我挺高兴的 我这没想到 嗯 我然后但是最后我还是失败了 后来我找工作的时候 我投也投了好几个 投了好 没有信 最后我现在这工作怎么找的呢 我就是把我的简历放在那个 Monster Monster这个网站上 我什么都没管 我就把简历改好之后铺上去 然后他来个中间就来找我了 说有个公司很着急要啊 说让我让我那个明天就上班 就看看怎么样 就就不用面试了 就叫他们说这就叫working interview 就是直接直接干活 干了好不好 干了好就直接用了 然后我就去了 我我住在斯卡堡 他那个地方是在汉莫顿的最西面 就一百一百一十公里 离我家住的地方 然后那也没办法的去啊 第二天我就去了 然后就是我现在这份工作 他是一个直销的 直销的企业 就跟那个安利 安利亚无限节那种东西一样 我一开始其实挺挺抵促的 然后去了之后 我问干什么呢 就是坐水泡上 他说因为他们用直销企业 就全都是上线下线 又是佣金 又是这个活动 就是各种各样这些东西 所以说他们每天 需要大量的report上 而且而且说当时 也没有人管那个 所以说专门找一个人 然后就是要做这个report的 而且说他们因为要做决策嘛 老师原来也说过嘛 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现在理解特别深 就是说数据就是一个公司的财富 这个这个我们现在公司做的 领导层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都必须要数据支持 所以说我现在就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的这个核心层之一了 就因为我是这个搞这个数据的 就是也是faco server 也是faco 然后做report呢 没有什么太复杂 我看他们之前做的了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sell和SSRS 就是这两个 而且通过我这 我干了我工作这将近快一个月了 我发现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这是一个职场上的 我感觉他们的耍心眼的事 就是我之前我之前的他们他们的工作 我之前的那几个人 他们做的时候都感觉耍心眼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采用SSRS做report的 比如说有参数 我们卖东西嘛 这个美元 有往美国卖的 有往加拿大卖的 美元和加元汇率每天不一样 所以说他要设置一个参数 你打进去之后 你这个sell是什么情况不一样的 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会用SSRS 否则的话 都用一个sell 而且用一个sell呢 就是一个table 就是一个数字 而且也没有什么 像咱们讲power query那样的 都没有 全都是手动打的 后来我在想 我明白为什么了 一开始我们 我刚一看到我们公司的时候 哎呀 这都好几百个report 我觉得怎么那么多呀 后来我明白了 他们其实完全可以做成这种 refresh一下 我们学过吗 用那个power query的话 只要那个sicle写好了 refresh一下 就永远都会得到那个最新的数据 但是我之前那帮人他们都没用 要是都 要是都那个数据都改自动的话 我估计他们也失业了 所以说 这我发现他们耍了一个小心眼 我现在我现在我也这么做 然后 而且还有个事就是 哎 我是感触挺身的 就是我之前的人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 datable authorization 没有任何图表 全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table数字 那数字的话 好多老板根本对这玩意 根本都不敏感 你跟他说1800和600 你说他们没什么感觉 你说差三倍 他们才知道 我这份工作我怎么拿下来的呢 就是说他们让我做几个report 我就拿一个sell拿pv table做 做完之后就做几个chart 比如说 那个趋势的话就用line chart 表示大小的话就用bar chart 如果比如表示那个比例的话 这个就用那个py chart 就这三个 就这三个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一个sell率都有 但是我加上去之后 我们经理都乐完了 我们老板也乐完了 哎呀 太好了 我们那个经理 好多天 就每天看到我都会说一句 I love your formatting It's so interesting 他们都没见过 这个我觉得 也让我挺不可思议的 我也挺诧异的 所以我原来一直以为 就这些东西吧 应该好多领导啊 经理啊 他们都知道 但是我通过我这两个工作吧 我就好像感觉 好多人 大部分人 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说 我觉得 我的一个建议法 就是同学们 不要网自菲薄 就我们会的真的很多 就是我们 我们学的 做的那些report 你随便拿出一个 这绝对是 中上等以上的 中上等的一个等级的 不是说什么 哎呀谁都会 不是这样的 很多绝大部分人 他们都不会 你拿出一个 你包括你 我们那个 原来我们 我做project的时候 那个 Lisa她拿 那个tablo做的 那个 那个report 那拿出去 专业级别 你要把那个report 拿过去 没有人会说不好的 好多人都没见到 所以这 就是我一个 很大的一个感触 然后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事 就是 老师 我也记得老师 原来说过 说我们呀 就不要 不要做技术的 要做这个业务上的 我现在 我现在体会也是 就我 我这份工作 我看他们之前写的query 很长 很长 一千三百多行 两千多行都有 那个query 但是我仔细一看的话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语句上 技术上的难 就是还是 slack的 group join union 就这些 没有任何什么 超过老师讲的东西 没有 但是说的就是说 他一些就是逻辑的东西 在里头 比如说 我们这个直销公司 上线下线 你这个 你这个等级是多少的话 你的提成是多少 这个business的这个东西 它在里头很复杂 所以说 也要 就这种东西掌握出来了 比那个技术上的东西 要更值钱 最后一点我讲的呢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 我们这个 做数据的话 一定得有很强的 这个责任心 因为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个 只有我一个人 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调数据 我说什么 就是什么 哪怕我把数据弄错了 也没有人知道 我们那个领导经常跟我说一个 就是叫 reasonable check 就是说 就是用一些common sense去check 看起来反正合情合理了 哪怕是我错 他也不知道 这就要求我们 就干我们这行的得有责任心 你得给 你得给领导 必须得准确的数据 哪怕你差一点都不行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责任心的事 最后 最后的最后 我就是想 哎呀 感谢一下老师 多亏了老师 因为我之前 我就是个 我学的是工科 本科 本科在国内学的工科 在这学的是个泰克尼沈 之前在工厂就干了四五年 什么都不会 我特别感谢老师 能提供这么个 这么好的课 能让我现在 终于我能到了一个特别高的高度 因为在工厂 如果在工厂的话 那一小时二十五六 基本上就到天了就 所以说我现在就很感谢老师 所以我说完了 好好好 那个也谢谢小鱼 我也非常感谢 因为我知道这个小鱼大概是去年加入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 那无论是在课程体系的学识过程当中 还是在我们这个project的都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认真 所以我原来一直也强调 就是找工作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的人品 特别是在北美这边 就是personality 实际上你工作一段以后 或者是包括你在面试的时候 你不经意间都会引起面试者的一个注意 对不对 我和杨老师我们也经常强调 就是说我们找工作 实际上公司所谓的这个要人的标准 通常就是能做事会做人 对不对 也就是说所谓能做事的话 就是你该有的technical skill 你必须得有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尽管像刚才小鱼提到了 好多人他的技术层面其实并不高 包括这个原来我给大家讲过 原来我上一个公司都是senior analyst的 那么他仍然有的时候用一些简单的exile copy paste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而且还是这个时间也比较长 你像小鱼刚才提到建一个cube 因为cube大家有些同学我们已经学完了 因为我们今天有新来的同学 cube它实际上是pre processing对吧 也就是说你每天定点这个处理以后 所有的你各种组合的数据已经在里头了 那么也就是说user 这个他用户的话 他只要你给他这个前台的这个这个编排好了以后 他随时就可以调用里头的任何这个这个组合的一个这个数据 对吧 所以这是这是这个比较好的一点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technical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刚才小鱼提到business的东西 所以在我的课程当中 过去我们的培训有一个就是也不是说不对的 就是说至少就是大家总觉得我学一门sus ok我就可以找工作了 我学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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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sicle 我就可以找工作了 其实不是啊 其实他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一个我们说优化好的一个课程体系 就是把我们啊做数据分析和BI developer需要的这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啊 都放在这个我们的课程里啊 那么在学技术同时我会这个我们会涉及到一些啊 比如说一些这个案例啊 然后包括一些case 特别是我特别这个骄傲的啊 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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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我们这个project啊 我这刚才小鱼也提到我我这个礼拜一新做的这个新带领大家做的这个project啊 我坚信啊 特别刚才小鱼说了 就是你做完了这个不是你的报表或者是你的BI整合这块东西 其实你这个水平如果你完全都理解透了以后啊 你你都可以达到中高级的水平啊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说 不管是学习还是找工作 你个人的态度你个人的投入啊 这个还是有关系的啊 那么也就说你看小鱼就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努力 然后这个状态就特别好 其实其实坦白讲我跟小鱼还没见过面啊 虽然我们都在多了多 但是我今天也特别高兴收到你的微信的时候啊 我也特别激动啊 因为这个老师嘛 就是说这个虽然在课上叫老师 虽然我们也是朋友 我的意思就是说看到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学习 然后在这个应该说是很短的时间啊 这也不是很长 然后这个找个工作 而且在工作当中呢又能够胜任啊 所以这是我比较这个欣慰的地方啊 所以也希望啊 我们这个这个新来的同学啊 大家也都要这个这个这个努力啊 然后我们这个这个以前同学无论是在正在找工作 还是换工作啊 大家都能够这个一切顺利啊 那也借此机会啊 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几位新来的这个同学啊 这个画面呢实际上 虽然小鱼她她是成功的我们说求职和面试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分享 那实际上也就是说啊 从我们这个课程体系和培训这个角度来讲 实际上你加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啊 大概就有这么几个部分或者几个阶段 而最主要的就是你学习我们的课程视频啊 然后有一些材料练习 然后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 像我这样的今天晚上对吧 我们有这个online这种这个求职辅 那我们这个求职辅导呢又有技术 又有这个这个专门的这个topic 然后又有一些比方说像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啊 等等啊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主题 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论坛 你一旦加入到我们的课程学习当中 你就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用户名 可以到我们论坛上去看以往的我们的 无论是这个课程的视频也好 包括这个我们有一些这个这个这个贴子也好啊等等等等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project 这是我们这个我和杨老师我们几位老师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些这个很多很多的回信学校 那么可能也有project 但是我们这个project呢 确确实实给学员带来很大的这个这个收获 因为它是全方面的啊 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这个这个贯穿我们的知识体系 最重要的就是你在一个真实所谓的真实的这种工作环境 例如我们有统一的这个 office365的email 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像这一次我们用这个team 这个365里的这个team 我们来进行这个agip模式的这个管理啊 然后我们有真正的业务需求 然后我们再做这个数据的准备和这个分析 然后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可视化啊 然后当然我们也包括对大家求职方面的辅导啊 包括这个啊 你像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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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的分这个经验分享 也包括我帮大家改简历啊 包括interview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 包括一些interview的一些试题啊 所以这个通过以往我们同学找到工作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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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来讲啊 其实你目前啊 以我的观点啊你就focus在我们这个课程和我们整个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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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这个平台当中来啊 那么找到工作以后啊 你比方说你再有一些个人的方向或者是兴趣的话 比方说有很多人特别现在想学这个拍档啊等等啊 没有问题啊 那都是在某些职位是给你加分的 但是作为数据分析和based developer 这些东西已经这个足够了啊 已经足够了 所以这是我这个给大家的一些这个建议啊 呃也也也也也非常这个感谢这个小于啊 也感谢大家这么晚来参加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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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 那我们刚才我已经提到啊 因为马上星期一啊新的project就开始 所以正好按照我们的惯例呢 我们这个在线讲座也停两到三周啊 啊因为我会每周两天的时间 会跟啊这个学员们一起做project 而且我们星期四呢几位老师还要开会 所以基本上就是比较比较忙碌啊 所以这个那我们呃今天就到这儿 再一次祝贺小于也感谢大家 那我们周末愉快好吧 拜拜 拜拜